用生命引领生命 杨爸爸育儿 我是董君佐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风热咳嗽 关于风热咳嗽 我个人临床遇到的就是 最常见的原因 我觉得都是因为孩子 这个基石 就是中胶育治以后 这个时候你在感受这些病血 进去以后 育热 就是你毒久了 它慢慢就化成热 根本的原因 就是孩子平时这种饮食习惯 喜欢吃一些肥肝厚立的东西 不易消化的食物 导致这个习惯性的便秘 腹胀 这样子感冒以后 就很容易风热咳嗽 便能去发炎 所以平时给孩子这块饮食 一定要调整的话 清淡一些 风热咳嗽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咳嗽的时候 咽喉不适 然后有嘴巴 咳的这种现象 口渴的现象 然后看舌质的话呢 舌质会偏红 舌苔会有些薄黄 那如果它会吐痰的话 这个痰就会成一个 看上去会偏黄 腹胀啊 便秘 便它会发炎 我们的调理师都主要就是 屈风 清热 化痰 止渴 在治疗方向上来 跟风寒咳嗽 有一些相像 就是我们也需要去刮 象虫 象三代 肩甲环 但是因为 这个风热咳嗽的话 身体有些热像 也就是它会伴随 咽喉的不适啊 甚至有的人 他这个咽喉会痛啊 会痛 所以针对风热咳嗽的话 我们的重点 是把膀胱经 要去重点去梳理的 把这个热 从膀胱经给它排出去 那么 可以配合一下 我们的培原瓜 那么重点 处理的时候 就是穴位 就是我们的大锥 肺疏 另外就是我们的 肩颈穴 可以在肾疏穴 去加强一下 然后再配合我们 这个圣经的赵海穴 赵海穴 因为赵海穴 也是属于我们 足烧音圣经 它属水 我们把这个水 掉上来以后 可以平衡我们身体 这个热向 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 达到阴阳的平衡 也可以用闪光的方法 来刺激我们的天突 那么咽喉不适 就是说它会有些疼痛啊 这样子的 还可以配合 掐我们的烧伤穴 掐我们的烧伤穴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手法的演示 大家可以参考 我们的视频操作 我们接下来演示一下 象虫刮 象虫刮 主要是在我们的后整部这一段 那么它重点几个穴位来 我们的风伏穴 风浮穴 甚至还有我们的预整 那这个本抓好了以后啊 就刮得比较短 就刮到这个整骨的下缘去 刮得比较短 然后一般的话呢 我们是把这个后整部这一段 分成了13份 13个整份 那么我们先可以刮中间的风符 然后慢慢地移过来 刮到我们的预整 再过来一点 然后再刮到我们的风尺 再过来 然后到耳后高骨这个位置 然后再轻轻做一下 右侧也是一样的啊 中间刮了以后 慢慢过来 那你如果说平时 带孩子在外面 遇到这种情况 孩子受寒了以后 你不好给它刮 象虫刮 你可以用几个指头给它捞 也是一样的 尤其还是很小这种 其实你后整部 刚有点受患 给它一捞后整部 捞到有点微微出汗 这个感冒又解决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象虫刮 我们接下来演示一下象三代 象三代的话 主要就是我们 从风符下来以后 一直到深入血 我们的第三胸椎 然后两侧 从风符下来 经过肩颈到肩预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象三代 那么我稍微演示一下 我就不抹油了 我们从风符 起板 轻轻地往下刮 刮到我们的第三胸椎 就是我们的深柱 然后刮 旁边风符这段的时候 你可以让孩子 把头稍微偏一点点 这个时候它暴露出来 从风符慢慢起板 然后刮到了它的尖头 然后注意这个地方 它有骨头 不要直接去撞击这个骨头 要把板轻轻地上扬一点点 轻轻地上扬一点点 同样的这一侧也是一样的 那么你可以 站到孩子的这一边过来以后 也是一样的 让他把头稍微偏一点以后 从风符起板 慢慢地 拨到它的尖头 经过肩颈血 慢慢地拨到尖头 那有的时候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把象三代 变成象五代 怎么做呢 让他把头低一点点以后 一样的 我们也需要处理华德夹击 就是说前面挂到都脉 再在都脉两边的华德夹击 再去各加一代 这就是象五代了 这个你根据情况 那如果你实在分不清的话 就说你总的说来 都脉刮了以后 都需要把华德夹击加强一下 因为我们的都脉是挂不到的 都脉是挂不到的 因为都脉 你看我们的脊柱 就像我握了一个拳头一样的 它的穴位是在 这个极图之间 那你其实刮本上去以后 你是进不去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是 通过华德夹击器 加强以后 沟通都脉和膀胱筋的精气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你看不管后面 我们做肩甲环 肩甲下环 培圆 我们都会刮到肚脉以后 刮到我们的膀胱筋 然后会在它们之间 去加强我们的 华德夹击器这一段 好 我们就演示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演示一下 后面的一些刮插方法 第一个是肩甲环 肩甲环是从我们的大锥 一直到我们的金锁穴 就是第九胸锥 那么我们的肩甲骨 最下角平行过来 这个地方是第七胸锥 就是质阳 那么再往下再梳两个节 就大概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金锁 第九胸锐 那给孩子刮痧的时候 或者是给成人刮都一样 一定要注意保暖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 腰部这个地方 刮不到的地方 给它盖起来 盖起来以后 然后我们来 把油放上去 这个时候刮痧 那我们先刮中间 督脉 中间督脉 督脉 旁开1.5寸 受到膨光晶第一侧线 那么我们 可以督脉刮完以后 就刮膨光晶第一侧线 那在膨光晶第一侧线 和督脉之间 我们有滑多夹脊 这个地方也要刮到的 我们的正中间督脉 滑多夹脊 然后 膨光晶第一侧线 有的时候给孩子刮痧的时候 他要么痛 要么痒 这个很正常 跟孩子多沟通 跟孩子多沟通 这是我们 临床应用非常 多的一个部位 我们的肩甲环 那么再往外走一走的话 还可以考虑 顺着 他的肩胛骨 这个内侧圆 给他刮一下 来 放松 左边这样操作 右边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滑多夹脊 然后 膨光晶第一侧线 你看那个刮一刮 也后来皮肤稍微有点炒红 一般都是刮 25到30下 就手发比较轻柔 刮25到30下 另外就是我们的 肩甲骨内侧圆 两面都一样 那么还有一个重点的穴位 就是我们的天中穴 搭肩以后 放过来以后 在肩甲骨的地方 会摸到一个凹蟹 那么你仔细来摸的话 这个地方 是凹下去的 刮痧还有点 你找穴位 可以好商量的 不用说很精准 因为你一板刮过去以后 这个面积是很大的 就是我们的天中穴 你的妈妈乳腺有问题 天中穴就是一个重点 这就是个重点 那这块 就是我们的肩甲环 我们来演示一下 培圆刮 培圆刮是从脊中穴 然后刮到我们的腰阳关 刮到腰阳关 那其实你 到时候你怕自己搞不清楚 很简单的 人就是一个上胶 中胶 下胶 你大开把腰部 我们的后背这一块 分成三个部分 对吧 上面我们的肩甲环 这段我们的肩甲下环 到这儿就是我们的培圆 回头我们会叫一个底层 好 也是一样的 我们中间多脉 中间多脉 然后 膀胱筋 这边也是一样的 膀胱筋 然后滑到甲脊 再处理一下 给开始做的时候 那就是手法一定要轻柔 我们的培圆 也是偏补的一个刮法 手法一定要轻柔 好 这就是我们的培圆刮 我们现在讲一下大椎屑 大椎屑在我们 第七颈椎下面 一般这个地方椎体比较突出一些 所以它低头 就可以看到 那么你也可以根据它 这个肩膀过来 中间的化疗性以后 这个交叉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大椎 那么可以把它拔个罐 一般三下左右 就差不多了 当然你也可以问一下 孩子的耐受程度 问他感觉怎么样 如果说他说还可以 你再给他多拔一下 一般三下就够了 这就是我们的大椎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肺树穴 我们找到大椎以后 这个最大椎体 然后这个凹陷 再下来一节椎体 就是我们的第一胸椎 再摸一节 第二胸椎 再摸一节 第三 再下去就第四 在三四之间 就是我们的深柱穴 那深柱穴的两边 1.5寸就是肺树 我们的肺树穴 那么你要选小一点的罐 在两侧 脊柱的两侧 你来拔罐 就是在我们深柱穴的两边 那么再来拔的话 就是拔我们的肺树 这样的话 就是同时拔了两个肺树 好 我们的肩颈穴 肩颈穴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下了以后 大椎和我们的肩峰这个地方 大概二分之一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拔个罐 这是我们的肩颈穴 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的肾树穴 肾树的话在哪里来 它在我们的命门 旁开1.5寸 命门穴怎么找 我们的肚脐也 对到脊柱的后面就是命门 那么一般 还有另外一个取血方法怎么来 就是你去摸孩子的 肋骨的最下缘 平行过来 这就是命门穴 那往外走一点点 1.5寸 膀胱经上 这就是肾树 这就是肾树 我们打个记号 在我们的密门两边 就是肾树 那就我们把肾树穴 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赵海穴 赵海穴在我们内怀间下来 这个凹陷的地方 可以治疗我们的咽喉疼痛 也可以改善 我们的便秘的情况 很多人便秘的话 应该说是大便比较干解 那中医治病的话 有种方法叫增业性粥 我们可以用赵海配枝钩 把这个位置找准以后 外怀间下 我们就可以拔成一个罐 这是我们的赵海穴 我们现在讲一下天突穴 天突穴 那天突穴的话 一般这个内容拔过的话 不是很舒适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拔罐枪 直接做闪关 这是我们天突穴操作方法 我们讲一下哨伤穴 哨伤穴属于我们首太阴肺筋的第一个穴位 那么在这个指甲旁开0.1 一点点就是相当于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不方便刮 我们就可以掐 咽喉疼痛啊 就可以掐这个地方 它属于肺筋 另外你可以拿个刮板 哎 青筋的刮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我们的刷上学 另外就是在孩子的咳嗽期间 我们建议这个 这些爸爸妈妈 这些家长 就说给孩子一定要去坚持 捏挤和柔腹 捏挤的时候 就是我反复讲的这个三列一体 在脾胃这一段啊 就是宗教这一段 一定要多提几次 多提几次 然后就是饮食一定要忌口 不要给他用这些油粒油炸这些东西 肉啊蛋啊 生冷含量食物一定要忌口 尽量的减轻孩子脾胃的这种负担 给他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清淡的食物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手法的演示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视频操作 好 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猎挤 猎挤的话 我们主要是用拇指往前推 往前推 然后食指和中指配合 你看 左手往前推了以后 右手再往前推 再换左手 然后交替 一般我们都是从尾锥骨开始 然后一直到大锥 有的时候还可以到风骨穴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有个重要手法什么呢 叫三连一体 三连一体就是捏三下 一二三 这个时候要提一下 提的时候有一个技巧 很多人提的时候是 边捏就边发力 这样子不行 一二三 这个时候稳住 稳住以后 垂直发力 就是感觉把这个人整个拎起来 然后我们再来 然后一直捏到 我们的大锥 甚至在往上走以后到风骨 一般捏几的话是做五遍 我们第一遍 就是捏相当于放松 相当于放松 然后第二遍的时候 我们就做三连一体 然后第三遍再放松 第三遍再放松 然后第四遍的时候 我们再重复三连一体 这个力一定是垂直往上 一定垂直往上 好 我们做第五遍 第五遍 第五遍就是放松了 那么在给孩子垂直的过程中 可能你从来没有做过的话 孩子一开始会比较抵触 因为 垂直的时候他会感觉比较痛 这个时候 建议家长一定要强硬一点 一定要坚持每天做 大概一周以后 孩子的很痛感就没有了 他后面会很享受这个过程 千万不要说 因为今天痛明天就不做了 后天又开始做又痛 这样子的话孩子会一直抵触 但平时做治疗的时候 你还可以考虑 膀胱筋也可以做垂直的做法 膀胱筋 我稍微演示一下 膀胱筋也是可以这样子 垂直是做中间的脊柱 膀胱筋两侧也可以这样做 好 那我们垂直就演示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柔斧的技巧 首先柔斧的话 是以肚脐为中心 然后这一圈 柔斧注意到就上面 这两个肋骨不要去碰到它 下面的话在肚骨这个位置 这一圈 那么柔的时候呢 一般是跌掌 千万不要一个手去做 一个手去做的话 它的渗透力是有限的 那么一般我们情况下都是跌掌 跌掌以后 顺时针 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立时针做呢 就是孩子腹泻比较厉害 腹泻比较厉害的时候呢 我们会做立时针的柔斧 立时针的柔斧 为什么要顺时针做 我们的大肠 这是深节肠 横节肠 降节肠 移章节肠 我们顺着它做的话 是促进它排便更通畅 运化得更好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顺时针做的 都是顺时针做 那么你在家里给孩子做的话呢 可以隔着衣服给他做 然后轻轻跌掌 一定要感觉到 指下这些 肠道 在蠕动的感觉 所以一般揉服来讲 我们不会讲说 你要揉三分钟 五分钟 应该根据当时孩子的情况 如果揉上去以后 腹脏比较明显 那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如果说你揉上去 他今天肚子很柔软 那么这样子三五分钟就足够了 千万不要用暴力 不要用暴力 很温热的 很轻柔的去做 那么柔补我们也演示到这里 我们最后来讲一下 这个食调的小妙方 就是说孩子咳嗽期间 你可以用十片白萝卜 先煮水 就萝卜差不多熟熟了以后 再去切上三片生姜放进去 然后煮个两分钟以后关火 你去看孩子的舌头 舌尖红的 你就去放白糖调味 如果舌尖不红 那么你就放红糖调味 其实很简单就相当于 如果是风热 你就用白糖 风寒 你就用红糖 这样可以配合一下 本次的课程就到这里 用生命引领生命 杨爸爸育儿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